走进大安区青田街巷弄,立刻就可以感受到绿树成蔭的优美景象,在大楼林立的都市里相当难得。 这一带有不少的日式建筑,是日治时期集体开发的大学教授住宅。 而其中青田街七上六号这栋有80年历史的日式建筑,是已故台大地直系教授马亭英的故居。 经过一番整顿之后,目前已经重新开放给民众参观。 青田七六除了保留了整体日式建筑的样貌,也保留了木制的窗帘,以及手工玻璃。 而屋内还展示了马亭英教授的生活照片、亲笔手稿,以及做实验使用的撥片等等。 另外屋外则是展示了一整排的矿石标本,让参观的民众可以认识这位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台大地直系教授。 重新开放的青田七六也将秉持着马亭英教授的精神,持续推广科普教育, 并且作为民众举办艺文茶会、展览讲座等空间的使用。 让这座充满历史文化意义的建筑得以延续活化再利用,也成为台北市老建筑活化的良好典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